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歡迎收看財經大白話 每天多看五分鐘 財富多更多 我是翟軒 每天早上十點 教你怎麼省錢又賺錢 節目一開始我們來關心財經大頭條 這個疫情恐慌 造成台股的開市日市最慘的紅盤 股會雙殺 台股是暴跌了697點 此上最慘的紀錄 而台幣也貶了0.9% 是三年半的最大跌幅 要穩住這個經濟信心 蔡英文是提出了八點措施 要求行政院要研議特別法 以及特別預算 以備不使之需 而費得也示警 這個武漢肺炎的衝擊 全球的經濟 更將謹慎的監測情況 也暗示貨幣政策 今年將轉向更寬鬆 好 首先我們就來關注 這個台股今天的表現 今天一開盤的時候 就在這個台積電跟大力光的領軍之下 台股市有反彈白點左右 但是昨天跌幅很深 是狂洩了695點 市場的這個恐慌性的賣壓 現在目前有穩住嗎 我們來連線資深分析師 邱鼎泰 鼎泰哥請說 主播大家好 我想昨天正如 翔軒提到的 史上最大的單日 最大跌伍居然是出現在 我們的新村開紅盤 大家手沒有辦法預料到的 但是我們以這個 我們年假的這個期間 美股本來就是因為受到 武漢肺炎疫情的影響 我們再做一個簡單的統計 大家就會比較清楚 過去一整年 2019年台北股市上漲大概24% 那昨天的台股就跌掉了幾乎6% 也就是說昨天的一天時間 就掉了大概去年一整年的 四分之一的一個漲幅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要留意一下 尤其我們看到 侯海昨天居然都在跌停 他的單日蒸發大概百億元的這個市值 那這個跟大家 跟他所謂的這個武漢湖北 這很大的一個關係 是因為這個我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因為很多電子的上游的產業 包括半導體的重鎮 都在這個湖北這一塊 那我們台北股市 今天開盤有一點開高 那因為美國股市昨天 受到這個所謂的這個WHO 世界衛生組織的話 有最後有提到說 他不希望甚至呼籲說 大家不要拒絕到中國去 例如甚至做貿易 讓美股拉了尾盤 但是台北股市今天一開高的話 壓力又浮現 目前大概曾經一度漲了 大概150幾點 那現在大概只有20幾點的漲升 那我們來看看昨天盤面的 幾個重要的重點的話 第一個政府基金確實在昨天開盤的時候 會有去復盤 因為大家我想今天昨天的這個場景 大家昨天開盤之前都會想到說 頂多包括頭顧 法人都認為最多也不夠跌300點左右 沒有想到開盤的政策一進場去做一個復盤的時候 你想一下子就一謝千里了 後來乾脆也沒有想到要復了 所以才會跌平跌幅這麼重 那最主要是因為 湖北這個地區的話 是他的這個GDP 佔中國的大概1% 他每一年的GDP佔1%左右 所以市場上更加擔心說 中國的GDP今年會不會至少在第一季 會不會破5% 那疫情還要再繼續觀察 那以盤面上的另外一個重點說 觀光類股 運輸類股 這一些都這樣觀光類股來到10年的一個新低點 我想這個都是大家應該要具有一點點的小警覺的 那我們再提到 大摩昨天在盤中居然預言說 如果預言這個疫情再擴大台股上次浪費的這個 獲利今年恐怕腰斬 這更加重所謂的賣壓 不過我們以美股來講的話 之前的SARS、NERS、伊波拉這個病毒在美國股市都是有跌4.7%到5%的話 我是認為昨天的美國回穩的話也是一個跡象 那未來一周反而是大家關盤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疫情的速度不要增加太快 甚至有趨緩的話 反而是比較有利的 那也就是說 我們最後要跟大家講說 去年投資朋友來到12000點 或許來不及啊 進場去操作的投資朋友的話 反而可以利用這一段時間的拉回 找到一個未來企業家的一個進場點 提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我們謝謝鼎泰哥的分析 接下來我們來關注這個武漢肺炎的疫情在蔓延 世界衛生組織也宣布 武漢肺炎已經構成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也擔心這個武漢肺炎的疫情會衝擊全球的經濟 這道瓊市一度下跌了200多點 我們來連線TVBS特派記者寧嘉惠告訴我們 世界衛生組織也終於在今天宣布武漢肺炎 是全球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那麼在美國也出現了第一起人傳人病例 總計美國確診人數是六人 那麼昨天呢 從武漢撤離到美國的195名撤僑專機旅客 狀況都很穩定沒有出現病症 那麼美國第二架撤僑專機將在2月3號從武漢起飛 另外也有消息說新加坡和緬甸都在和大陸溝通撤僑的可能 那為了阻斷武漢肺炎的病毒移入 俄羅斯決定要關閉中俄邊境 捷克則是停止大陸的簽證申請 那麼投資人的情緒當然也是隨著武漢肺炎的疫情上上下下 擔心這疫情拖累未來的經濟成長以及企業營收 今天道琼工業指數一度下跌244點 不過收盤前是拉回中廠上漲124.99點 收在28859點 標普500是上漲0.31% 納斯達克漲幅是0.26% 另外美國商務部是公佈了去年第四季的經濟成長2.1% 全年的GDP成長率是2.3% 是2016年以來的最低 那麼亞馬遜則是公佈了第四季財報 營收874億4千萬美元 是優於市場預期 每股獲利6.47美元 也比預期的要好很多 那麼盤後股價上漲3.3% 讓亞馬遜的市值衝破1兆美元 TVB新聞黃中埔寧佳輝 美國報導 接下來我們就來連線 聚亨網國際中心主任許光瑩 Alan我們想要問你說這個港股其實從29號開盤之後 已經連續兩天的重挫 而入股則是延後到下週一才來開盤 但是這個恐慌性的賣壓會不會就在下週一的時候 又一擁而出 好 大家好 在疫情蔓延的危機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入股確實面臨著 比較沉重的一個賣壓 那可以從新加坡的A50起步來看 雖然入股沒有開盤 可是我們看到新加坡其實是有開盤的 那春節期間 A50的跌幅其實跌幅還蠻重的 累計到30號為止的跌幅已經達到了8.5% 那離前低是蠻近的 前低是12820 蠻近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前低 那所以估計入股下週一開盤 大機率會出現補跌的行情 尤其是以消費板塊為主 觀光板塊為主 運輸板塊為主 甚至是房地產板塊為主 那都要請大家非常非常的留意 你手上的部位 那在春節 農曆春節之後 還有入股可能跟隨國際股市來補跌以外 由於入股現在又是疫區的所在地 那在疫情擴大的危機裡面 那消費跟製造業需求肯定也會受到壓抑 那消費減少 製造業需求也減少 那肯定是衝擊到Q1的財報 我們現在在展望Q1的財報 那Q1的財報就要反映 除了春節的淡季效應以外 那疫情的效應 絕對會形成一個跌價的效應 那我們在中期上 我們剛剛講Q1 那我們在中期上觀察 對於中國經濟的展望 我們可以來看看PMI 那PMI 大家可以發現最近PMI 大概是中國的官方跟財新 大概都在50上下 50上下游走 那在疫情擴大 製造業PMI很可能會跌破50 跌破50我認為機會是蠻高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封城之後 物資可能會出現一點匱乏 然後許多的民眾 有出現恐慌性購買的狀況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只是一個恐慌性購買 可是反映在中期的經濟裡面 是非常非常危險的狀況 原因是什麼 因為恐慌性購買可能會跌加漲價 我們都知道許多 中國人許多人會發國難財 那漲價之後CPI就會上漲 CPI上漲可是問題來了 PPI沒漲就很好笑了 這時候通縮的壓力就會很大很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最近中國人行 開始在進行放水 在這幾個交易日裡面 中國人行又有加大放水的力道 這很明顯就是要 第一個要緩解許多的大企業 受到疫情的衝擊 要增加他們的貸款流動性以外 其實也是要緩解 目前的整體的通縮隱憂 我們來看看整體的中國的經濟 從2020年來看 可能保六的機率就不是那麼大了 保六可能沒有辦法保六了 甚至Q1有市場的經濟學家認為可能破五 我認為破五的機會小一點 但是確實有經濟學家很破五的這個狀況 如果Q1破五 全年保六幾乎就不太可能出現 全年保六幾乎不太可能出現 所以大家可能要非常關注Q1的中國的 GDP的成長率 成長率 阿倫 我們另一方面也想要問一下說 因為聯準會主席也警告說 這中國爆發疫情對於全球的經濟 其實不光是中國 全球經濟都可能出現一些風險跟危機 像是華爾街的投資人就說 這美股恐怕也會有10%的跌幅 而截至這個目前為止 從1月20號算起來 這個全球的股市也蒸發了45兆 這個恐慌會不會在全球來蔓延呢 我的觀察是目前美股的狀況是相對的穩定 相對的穩定 那美國經濟我們從昨天公布的數據來看 其實表現仍然是蠻穩健的 那現在美國的美股的問題 仍然是估值比較高 我認為仍然是估值比較高 但是還是有第一個總統大選在保護 還有目前的美國的聯準會的QE4在保護 那有兩個政治面的保護已經 央行而來的保護 我認為美股現在的問題還不是那麼大 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是太貴 仍然是太貴 我們從本益比或是預估本益比 或是投資銀行法人很愛用的PEG 本益成長比 從三個估值角度我們來看 都是偏離合理區間的位置 都有一點大 但是整體而言 美股如果像投資銀行有認為修正10%的跌幅 我認為修正10% 好像也還好 因為美股現在其實位置並不低 現在的位置在接近2萬9的位置 288多 那如果修正10%來到2萬6 其實也不多 給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如果你持有一檔個股 你的分析 接下來我們來看武漢肺炎的疫情持續擴散 其實在這個30號的時候 西藏就傳出了首例確診的病例 這也代表說 中國大陸境內已經全部淪陷 而根據大陸這個媒體最新的數字 截至30號的晚上6點 大陸的確診病例已經達到了7823例 死亡人數到達了170人 而現在就連這個全球規模最大的這個 瑞典家居零售商IKEA 都宣布要暫時關閉大陸的所有賣場 去年才宣布加碼100億人民幣投資大陸市場 全球規模最大的瑞典家居零售商IKEA 現在也被武漢肺炎給掃到 不僅各地賣場貼上公告 30號這天IKEA也在官方微博 宣布即日起暫停在大陸所有線下商場的營業 並持續密切關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 如果按照2019年大陸境內業績 157.7億人民幣計算 停業一個月 IKEA損失換算成台幣 將超過60億 這還不包括員工薪資和企業納稅等支出 連大陸抗SARS專家都親自拍影片示範怎麼脫口罩 因為最新數據統計 連西藏自治區都出現確診病患 代表大陸省份全部淪陷 疫情蔓延迅速 當地政府現在也遭檢討 究竟是不是隱匿疫情 因為早在去年12月 武漢一名醫生 就在手機群組裡說到 華南海鮮市場確診7例SARS在醫院隔離 但消息才出沒多久 這名醫生就被要求寫訓借書 打臉自己 澄清這是不實謠言 特別是皇冠 他確診和疑似這個病例 每次差不多1000人 我們絕不能讓皇冠成為第二個武漢 從重災區武漢到最後一塊淨土西藏 無一信免 這場因為也未開始的瘟疫還未休止 TVBS新聞綜合報導